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 24号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府当日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 总理马哈蒂尔当日中午一时向该国最高元首阿布杜拉提交了辞呈 同日马哈蒂尔还宣布辞去屠住团结党主席一职 现年94岁的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24号宣布辞去总理一职 马哈蒂尔在2018年作为希望联盟候选人赢得大选时曾承诺 将在任职两年后交棒给希望的最大成员党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 国内多位马来西亚问题学者24号在接受采访时捐认为 马哈蒂尔组建新执政联盟继续担任总理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马来西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宴鹏24号表示 从目前的情况看执政的希望联盟已经土崩瓦解 需要重新组建一个新的执政联盟以取得议会多数席位 马来西亚多个党派阵线或派系已经公开支持马哈蒂尔重建执政联盟继续连任总理 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23号土团党人民公正党阿兹米阿里派系 巫统沙拉越政党阵线巴莎明星党和伊斯兰党曾召开重要会议 上述党派阵线或派系的领袖当日曾进入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在24号马哈蒂尔宣布辞职后 上述势力大多已宣布支持马哈蒂尔继续担任总理 西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明亮24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马哈蒂尔此时辞职是因为他已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及新的执政联盟布局 新的政党合作架构可以彻底剔除安华不断逼宫的潜在威胁 既可以不再需用安华及其政治资源的政党合作架构 这一方面引入巫统的资源 另一方面成功分化了安华的政党资源 他预测认为接下来的大马总理很可能还是马哈蒂尔 但也很可能在重组执政联盟布局后 为阿兹米阿里的接班铺路 尽管马来西亚政坛发生矩阵 但张明亮认为 这对该国的对华政策影响很小 因为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是小圈子精英决定的 最近几年这些精英的对华认知变化不大 预计可保持大马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也符合马来西亚执政团队的政党利益 和马等国家利益